大家好,我是Paul,就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如果你是年輕一點的朋友的話 你大概對這一集的內容會不太熟悉 我們先很快的說一下 有一部電影叫做Terminal Terminal是終端的意思 所以電腦也可以說是Computer Terminal 那Terminal終端也可以說是 那個飛機的機場的航廈 你想像一下 你從一個機場飛到另外一個機場 那你到了那個到達的機場 走到底 例如說你到航下一、航下一 那也就是你這段旅程的終點了 對吧 所以說我們就把航下的英文就叫做Terminal OK的 所以Terminal1、Terminal2、TerminalG的 那這部電影就叫Terminal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譯成航站情緣 簡單的說 它是這些電影的封面、劇照這些的 那它主演的是Tom Hanks 很多人可能也 年輕年的同學可能不認識了 但你如果年紀跟我差不多 應該是非常熟悉的 這個贏過好幾次奧斯卡影帝的 那這個電影在講的就是有一個人 他飛到了一個機場 結果突然間他原本來自的國家發生政變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了 那沒有國籍的人 他進不了到達的機場這個國家 然後他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飛去 那這個故事大概簡單說就這樣 那他就住在機場裡 就不走了 OK 他變成一個瓜居在機場裡面的人 那我們都 你知道這個故事的話 你就知道他其實是現實生活中 整整發生的事情 那最近這個故事的主角 過世了 那他長的是這個樣子 跟Tom Hanks差很多 我這一看就覺得是我靠北招老頭 他在機場真的住了很久 我這故事事實上是跟剛剛講的東西是蠻類似的 OK so the background the backstory is pretty much what I just described 他就是國籍上發生的問題 然後他又沒有相關的這種移民方面的文件 他沒有這樣子的immigration documents 可以讓他好好的到什麼地方去 可是新聞報導裡面我們看一下 你會知道他其實有被給予就法國政府就說 你就進來吧 不要再住機場了 我給你身份讓你進來住吧 可是這傢伙卻 Began 他就願意繼續住在機場 一直住到他最近幾天前過世為止 所以他是伊朗人 Iranian man who lived in a Paris airport for 18 years has died 所以他住了18年 已經過世了 你看這個has died 完成式 我們已經講過了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個頻道常常在講死訊 那帶這個動詞其實絕對是有完成式的 那你可能在學校的高中的課裡面 甚至可能多益的考試裡面 多益會不會考這個 不太確定 就帶這個動詞 我們有時候有的老師會說是沒有現在完成式的 that's bullshit 是有的 你看新聞報導裡就有 好 所以他的狀況其實是處於一個外交的一個limbo so caught in a diplomatic limbo 他的名字我真的念不出來 Marang Karimi Nassari 好隨便了 made a small area of 這個戴高樂機場 我知道他就是De Gaulle Airport his home in 1988 所以從1988年開始 就在那裡當家了 那他是卡在一個外交上的limbo裡面 我們要學的重點應該是limbo這個字 diplomatic是外交的 這個字大概還好 limbo是什麼 所以limbo的字典的定義是一個 就是一個沒有確定的一個處境 而這個處境是你沒有控制的 那也沒有任何的進步 也沒有任何的improvement 沒有任何的進展 你就卡在一個位置的情況中這樣子 那其實好像在這種一些宗教的領域裡面 把limbo當成是 就你可能地獄還沒進去 然後你還徘徊在人間 還是不在人間 還是有這麼一個地方 是屬於地獄跟現實中的一個transition的地帶 好像這樣子的狀態似乎也叫limbo 我印象裡有這個東西 我剛雖然說前面做了一些功課 可是這部分我沒有特別去找的很仔細 可是limbo字典是有這個字的 就是講的卡在一個不前不後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裡說caught in a diplomatic limbo OK 好limbo這個字沒問題了 那他的經驗 從1988年一直住到現在 就inspire了 就等於提供了一個靈感 給2004年的這個電影 The Terminal starring Tom Hanks 所以Tom Hanks主演的沒問題 後來Tom Hanks就是我剛說了 他法國就說好給你啦 讓你居住啦給你居住權 So Mr. Nassari was eventually given the right to live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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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被給予的這個權利 能夠在法國居住 But he ended up returning to the airport a few weeks ago 但他最後還是在幾週前回到了機場 可能他自己覺得他生命快到尾聲了 他就決定還是回到機場 然後死在那裡 So 再看一次 So but he ended up returning to the airport a few weeks ago where he died of natural causes 所以他是自然原因死亡的 所以沒有任何病痛 一世代是這樣子 So he died of natural causes 這算是個片語的幾乎是 Natural causes就是自然的原因這樣子 好 Alright 我們再看下去有些什麼詞可以學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重點 在我的標題裡講的是 就是accumulate跟cumulate 這兩個字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了 好 所以他其實在一些國家居住過 但是最後就到這個機場 So he spent some years living in Belgium having been expelled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for not having the correct immigration documents 所以好 所以他其實花了一些年 一些幾年住在Belgium,比利時 那在這個狀態呢 他其實是已經被一些其他國家 被踢來踢去了 所以這個expell這個字 就是被踢出去這樣子 那這個字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像例如說你被學校給出擊了 開除了 這個字也可以用在學生的身上 這樣子expell 好 所以UK把他踢出去 Netherland、荷蘭 然後Germany把他踢出去 因為他沒有這些correct的 immigration documents He then went to France 然後他最後到了法國 所以在這裡他就在這個terminal 他的二樓的terminal 當成他的家了 He made the airport's second floor terminal his home 我比較訓這個2F是不是二樓 所以是他們的一個terminal的幾個 這個號碼的編排也不一定 但這個大概不是重點 好其實他之前 我上一段沒說 他其實他本來是飛到歐洲 是要去找他媽媽的 但總之就被當一個皮球一樣貼來踢去 就是蠻可憐的 好下面一個重點 這邊就來了 所以他 Nestled on his bench surrounded by trolleys containing the possessions he had accumulated He spent his days writing about his life in a notebook and reading books and newspapers 這一段是我們這邊的重點 我們又看到這邊 也是個分析構句 所以這個Nestled on his bench Nestled 這個Nestled這個字很有趣 他其實就是一個 你可以看到NEST是他的字的開頭 NEST這個字就是鳥巢的巢 那這個Nestled就是個動詞 就是像窩在巢裡一樣舒舒服服的 在那裡坐著 躺著這樣子 Nestled 那這個字呢 你如果在這個E上面加一槓 或者一撇 到底是一槓還是一撇 好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牌子 食品品牌叫雀巢 那雀巢這個牌子的發音叫做Nestley 所以他後面的LE是有發音的 所以我剛把這個字叫Nestled 那是就英文中動詞的用法 所以這邊是個被動的分析構句 分析構句我們大概不久前才講過 So Nestled on his bench 所以他就是舒服的這個 握在他的這個板凳上 而且他還被Trolley給圍住 所以Trolley這個字就是 機場裡面的那個小推車 所以被推車給圍住 那這些推車呢 就是載著他的累積起來的 這些身外之物這樣子 So Surrounded by Trolleys containing the possessions He had accumulated So the Trolleys that are containing the possessions 所以這個Trolley含著載著這些 他已經累積出來的這些Possessions 所以Possession就是他的擁有物 所以He had accumulated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 過去完成式 accumulated的一個動詞的變化 OK The possessions that he had accumulated 我們現在就馬上 打點車的講一下 accumulate這個字在幹什麼 所以你可能也看過 或者你可以想得出來 accumulate這個字 看起來好像也是個動詞 你看我把它打出來之後 沒有被Microsoft畫什麼紅線 藍線綠線的 所以表示這個字是存在的 所以accumulate是個動詞 accumulate也是個動詞 我說真的 在我學英文的過程中 這個大概是我的高中的時候吧 我真的努力的查過字典 來試著了解這兩個字的不同 看了之後其實那個時候無法理解 因為在那個年代 就我高中的時候還 網際網路還不是那麼樣的成熟 然後什麼線上字典 那時候都還沒有 所以那時候還非常依賴紙本的字典 所以看了這兩個字之後 我還是不太會用 說實在的 不過在我人生繼續progress下去之後 我漸漸知道這兩個字怎麼用了 現在就不太會用錯了 所以我就直接分享給大家 我對這兩個字的理解 我可以很簡單的先跟你說 這兩個字雖然說都是動詞 字典都查到是動詞 可是以動詞的使用來說 accumulate這個字 基本上是你看不太到的 在我對英文的理解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 這麼多年的時間裡 accumulate這個字 當成動詞的使用 我真的是沒看過 但相對來說 accumulate這個動詞 就很多就常看到 例如說我們剛剛 就在這個文章裡就看到了 對不對 so he had accumulated 他的一大堆 possessions 所以這裡的 accumulate 是完成式的動詞的變化 但它其實就變成不是動詞的就是 但那個不是終點 所以 所以right off the bat 就可以告訴你 accumulate跟cumulate的分別 第一個以動詞來說 accumulate 你會見到的機會是大很多的 cumulate幾乎是看不到的 但如果把這兩個字變成形容詞 也就是後面變成tif結尾的時候 所以有沒有accumulative這個字 有 有沒有accumulative這個字 有 那一樣 它只有其中一個出現的比例 比另外一個高非常的多 所以還不錯的是這時候倒過來的 所以accumulative跟 cumulative比起來 cumulative出現的機率是大非常多的 我們甚至會常常看到這麼固定的一個 collocation 就是我這裡打出來的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something 就是一個什麼什麼東西的 累積下來的一個影響力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在一個拳擊賽裡面 然後其中一個人不斷的被打到後腦 這個累積的影響就是他後來慢慢 繩之不清 因為其實打拳擊的規則是不可以打後腦 因為後腦是比較脆弱 會腦震盪比較嚴重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應該要嚴格禁止 要是你不想打到一下 裁判都應該要警告你 因為我前幾天看了一個 算是一個YouTube的紀錄片 就是說有一個拳擊手很年輕 他不斷的被打到後腦 結果裁判都沒管他 結果沒想到打完之後 他被送去醫院就幾乎醒不太過來了 然後後來現在就有點半身癱瘓 什麼這些的 因為真的就打後腦的影響太嚴重了 所以你就可以說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getting punched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造成了他現在的這些癱瘓的狀態 OK so lead to the paralysis that he has been suffering 什麼之類的 把這句子說結束的話 所以the cumulative effect of什麼什麼 我記得我還在教書的時候 這大概也算是幾個月前的事情而已 就我在高階寫作班 就有一個學生好愛用這個片語 他就說 寫到一些 例如說不管是托福也好 牙絲也好 我們會寫一些比較這種論索文的題材的時候 就是他說什麼什麼東西的累積影響 他就很喜歡寫這樣的句子 OK寫這樣的句子 好 所以cumulative effect cumulative這個形容詞是有的 accumulative雖然說也有 可是我也可以用我的經驗告訴你 你幾乎是看不到的 OK 幾乎是看不到的 好 所以大概就這樣理解 我們稍微再recap一下 拿動詞來說的話 accumulate很常見 相對來說 cumulate這個動詞幾乎看不到 而變成形容詞的時候 變成tif結尾的時候 倒過來了 accumulative是很常見 但是accumulative幾乎看不到 OK 這不是我講的而已 在我剛剛所做的一些功課 我也有看到 就他們 就有個家伙 他仔細的找了一下 就是說這兩個字的 出現的比例 什麼這些的 比起來的話真的 差非常的多 其中一個就是 看不到的 幾乎是看不到 好 所以這裡這個字 講解的應該就沒問題了 太好了 那我們大概幾段稍微再看一下下 所以總之他的故事 就吸引了國際媒體的attention So his story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and caught the eye of Steven Spielberg 所以我們或許把這幾個名字 都講清楚一點 所以當然了 Tom Hanks 你知道 Tom Hanks 史蒂芬·史匹博 也是一個名導 這個要是你知道的話 good for you 我發現很多年輕同學都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在 我以前還在上課的時候 會有學生說 同學喜歡 Steven Spielberg 最喜歡哪一部片呢 他們就問我說 Who the hell is he 不知道是誰 真是令人上線 所以他拍了什麼 《諸多紀公園》 然後拍了ET 什麼這些的時候 Steven Spielberg 然後還有跟他對系的女演員 叫做Katherine Zeta-Jones 這個是我曾經一度以為 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 有時候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去找 看他長什麼樣子 剛在這邊好像有看的到 其實 所以在劇照裡有女演員 相當性感女性 後來嫁給了Michael Douglas 我若沒記錯的話 Michael Douglas 所以這個傢伙就過世了 非常遺憾 有沒有非常遺憾 好像還好啦 說真的這個故事 也沒有在記在腦袋裡面 那可以算是一個傳奇的結束 好 今天大概上到這裡就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